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 原本是一个身体瘦弱的新兵 在接受美国政府的实验改造后 变成了超级士兵 钢铁侠托尼斯塔克 斯塔克工业的董事长 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受重伤的他 却暗中制造了一套高科技盔甲 保护自己逃生 从此变身钢铁侠保卫地球 影片开始 复联成员们在瓦坎达执行秘密任务 众人联手干掉了9月 派去神盾局的内奸交叉骨 抢回了足以摧毁人类的某病毒 但是飞红女巫在保护美队的时候 措手摧毁了一栋写字楼 保持无辜群众死伤无数 重大的人员伤亡 让瓦坎达国王愤怒不已 一指状告到联合国 与此同时啊 复联之前行动对城市居民生活的破坏程度 也逐渐曝光 有超级英雄带来的群众恐慌意识难以遏制 政府中有人认为是有必要 控制一下这些超级英雄的超自然能力和他们的行动了 于是一项管控措施出台 要求复联任务的开展 进程和结束都要由政府主导 按照政府的要求来行动 就在联合国召开会议时 一次爆炸破坏了会议进程 并炸死了瓦坎达国王迪夏卡 有人目击此次爆炸袭击为东兵巴基巴恩斯所为 美队与巴恩斯结实于军营 在美队还是个弱金时 巴恩斯就经常照顾他 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之后巴恩斯一路陪伴史蒂夫 参加实验成长为强大的美国队长 二战时巴恩斯作为美队助手 一起出生入死 所以在提恰卡的儿子 也就是瓦坎达下一任国王 变身黑豹追杀巴恩斯时 美队一路袒护 因此美队成为了全世界的敌人 巴恩斯被捕 但是被伪装成医生的泽墨男爵 用咒语控制成为了可怕的杀人机器 美队再一次为了拯救巴恩斯 悲伤骂名 政府提出的管控措施 在复联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向无拘无束的钢铁侠 却十分拥护这项规定 导致复联中分化严重 其中黑寡妇黑豹等人成为一个战线 钢铁侠还招募了青年蜘蛛侠加入 另一边美队为了阻止泽墨男爵 用咒语唤醒更多冬兵 和巴恩斯鹰眼猎鹰和蚁人团结一致 复联分化内战正式打响 在队友的掩护下 美队和巴恩斯成功脱身 一同前往西伯利亚 阻止泽墨男爵 但是其他队友都被钢铁侠抓住 关进了海底监狱 钢铁侠为了兄弟情谊 决定以朋友的身份 只身前往帮助美队 没想到钢铁侠在那儿 却发现了东兵巴恩斯 杀害自己父母的视频 一怒之下 与袒护东兵的美队反目成仇 大打出手 欲放相争渔翁得利 原来泽墨男爵的儿子 在复联行动中被杀死 但是复联力量强大 无法与之抗衡 因此设计了这一出挑拨离间 以解心头之恨 得知真相的黑豹 制止了欲自杀的泽墨男爵 要求他不能就这样死去 必须给复仇者联盟一个说法 而在这边 经过一阵的激烈战斗 美队终于略胜一筹 制住了钢铁侠 之后美队带着巴恩斯离开 临走时钢铁侠说 美队不配拥有那块 他父亲研制的盾牌 于是美队毅然将自己的标志性武器 扔在了钢铁侠身边 钢铁侠返回复联总部 收到了一封来自美队的信 信常说 即便他们经过了战斗 但是他们永远是战友 任何时候需要帮助 都会随叫随到 看来复联的这群英雄 虽然都身怀超能力 但毕竟还是摆脱不了 人的那最本质 最真切的情谊 美国队长3 是由美国漫威影业公司 出品的科幻动作片 由安东尼·罗素 乔罗素兄弟联合指导 克里斯·埃文斯 杰瑞米·雷娜等联合主演 该片根据漫威2006年出版的 漫画大事件内战改编 背景故事承接于 《复仇者联盟2》 《奥创纪元事件》的余波中 讲述了奥创事件后 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 导致复仇者之间 内部矛盾激化的故事